紅汽坡 你們知道紅汽坡嗎 不知道 其實紅汽坡 是另外一種草莓 對 紅汽 草莓 是我們現在去市場上買到的草莓 很大顆 很漂亮 紅汽坡是野生的 那它為了保護 因為它很好吃 它不讓人家採 所以它有很多刺保護著它 所以你要採它 它要很不容易 就表示它很珍貴 它又很紅 那個紅 比現在的草莓的紅還漂亮 你知道嗎 紅汽坡 以後就叫你紅汽坡 通常應該老師 就是改名的時候 其實也都會算命盤 還有其他的連帶的服務 其中一個是改名 但是比方說他也要勸你 要去打一拜 要坐一拜 什麼 也會提供一些建議 請教一彎老師 是 行業跟名字有沒有關係 行業跟名字 行業跟商店的名字有關 那你從事的行業 基本上要符合 一樣我比較強調的是 符合你的命盤 你的命格 你的運勢 那行業跟名字呢 如果你要取育名 那當然是有關 因為我朋友在賣酒 他的名字叫林真雄 林真雄 這名字不錯吧 賣酒 名字好 而且這個我覺得名字 你只要有一個 它不是太負面的諧音 你很容易 你只要是做業務的人 你很容易讓你的客戶記住你 讓你的客戶記住你 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對不對 好記嘛 紅漆坡 我也很想去改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那個結比較特別 這個三字行的結 對 真的不好念 譬如說上一些新的節目有沒有 其實很少主持人 第一次就會 就會唸對 很想像鄭大哥一樣 第一次就可以唸對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這樣很厲害 然後因為我從前那個字 那個結 比劃力很多 那小時候被老師發寫的時候 就覺得很討厭 為什麼要寫那麼多 而且我覺得那個字寫起來 很難寫得漂亮 就是你要把那個字 因為它筆劃都結在一起 你要把它結 我覺得不是很漂亮 而且每次 尤其是現在要報電話 請問先生你貴姓啊 對不對 你要跟他解釋說 我那個名字怎麼寫 對 一個三字 然後結書的結 什麼 那不會寫你知道嗎 然後 而且很多時候 像 它的名字像 上電視的後製的名字 會打錯 或者是以前要查 什麼榜單有沒有 名字也會打錯 然後你就知道自己有沒有上 現在是比較釋懷的 那結是什麼意思 這個結 結其實 它跟結書的結 是一樣的 只不過說因為我的姓是油 然後我們家族希望有山有水 這個結字 它其實有怪 就是我們講結比零次的那個結 它其實是有山上怪異的石頭的意思 但是後面用一個燕字 可是結比零次那個結 跟這個結不一樣 就是它這個是 這個這個字 它是那個結的意思 是石頭的意思 那就是我們結比零次的結 是另外一個結 但是那個是牌刺的 牌刺 那這個結是山上的石頭 對 然後燕是突出的一個 比較好的東西 菌燕 那就是你在這山上的石頭裡面 是比較突出的一味 對 所以你會在種怪石中間 或者是種石頭中間 突出變成一個 那就玉玉了 玉意很深 所以我覺得字意跟名字的整個用意是還不錯 那如果不會太麻煩的話 其實不用改 小時候 現在很喜歡那個 也喜歡玩那個連鷹梗 然後結業 連連鷹下來 見 見 見 就很像罵我 沒關係 不要變賤賤美 那這個你去法院名字會念錯嗎 會啊 會啊 就是法院的時候 有時候如果說法院書記官要打筆錄 找不到我那個名字 然後全場就 就是在等書記官 在找那個名字 大家都靜摸在那邊 有時候其實很尷尬 對 就是大家書記官下一頁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因為那個名字 他用注音的 或是用追音的那個輸入法的話 他會在好幾個頁才會出現 那有時候 有時候那個書記官沒注意 他名字在打錯話 有時候我會收不到 那個法院的公文 因為大樓管理員就覺得 好像沒有這個人 然後他就會退回去 所以會 其實造成蠻多困擾 那尤律師 你說你的高中同學 有人那個名字裡面 有一個名字叫菌喔 菌 這個我很深刻 就是他的菌 其實就像這個拉拉隊那個菌 一個三字旁 再一個菌 那其實他不是唸菌 他是唸 菌 菌 對 菌 然後我覺得有 為什麼我會記得 就是因為他那一次 國老師點名的時候 他就跟老師講說 老師我不是唸菌 我是唸菌 對 但是老師很堅持 他說就是菌 就是菌 結果其實根本不對 所以是菌 結果 後來鬧成 那我連校長都出來 因為媽媽就在學校去罵 然後連校長 老師還很堅持喔 而且是國文老師 對 國文老師還很堅持喔 堅持說這個字唸什麼 那其實唸 七 余 恩 老師叫佛秉柱 對 老師叫佛秉柱 搞到那學校瘋瘋瘋瘋 就是為了這個字 哇 這個真的很少見 所以現在那個 拉拉隊女孩 我們不是大家都唸菌菌嗎 但是其實不對 對 大家都唸錯了 大家都唸錯 菌菌才對 大家都叫菌菌 大家都叫錯了 OK 所以後來他跟老師的關係不好 就不太好啊 老師就覺得 老師後來就直接不叫他的名字了 就叫他號碼 所以這裡我真的以醫師的身分 提出一個很鄭重的呼籲 包括拜託秉儀老師 包括各位 各位要幫新生兒取名的爸媽 或是你現在二三十歲 你要去改 請大家務必改名的時候 用一個常用字 什麼叫常用字 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平常有在用的字 然後我們唸得出他的聲音 因為很多人 取得那個名字的那個字 平常沒有一個字 沒有一個詞在用 像你的結 平常完全用不到 我只有看過兩次 除我自己名字以外 我在外面只看過一次 其實我在娃娃蠻常用到 因為優姐很常來 對啦 問題是這個 只有出現在名字上面會用 日常用語是用不到 那這個牽涉到我們中文 繁體中文正體中文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平常大家認識的 常用的常用字 大概三四千個 那電腦Windows系統能夠打出的 勉強極限八千個 可是大家知道 康熙字典有多少字 有四萬個字 大部分的字 我們不懂 不會寫 連念都念不出來 你如果不取這個三四千個常用字 你去用到喊用字的話 我們先不要講運勢 你去法院 你去醫院 你去護證事務所 其實你的名字 已經對要輸入電腦的人 就是一個麻煩 我每天的門診 一個門診看四五十個 我總會遇到一個病人 有一個字 我白好涼 我連念都不會念 甚至有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字 電腦輸入系統找不到 因為我們醫院完全數位化 他那個字就偏偏 偏偏沒有辦法輸入 我們像以前有一個 最有名的例子 尤錫坤 早期電腦沒有字 大家都怕蜂蜂蜂蜜 就變成這樣 對 那這個草莓 你改做草莓之後 星圖也比較順利嗎 現在比較好 但不知道是不是 經紀公司有關係 這個這樣一講 經紀人費用會收比較少 OK OK 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